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一款 炊菊花的与风帽 款式和2月22号 发的这个炊菊花的下两帽是差不多的勾法 就是冒烟的勾法有所不同 夹针规律不管有哪一种都可以 两个不同的款式带上的风格也不一样 下面就开始去勾制吧 用到了工具和材料有 这种爽头勾针用4.0,用这个大头的 然后两轴这个亮光合骨线打火机就好扣 找出线头火机先把这个线给烧一下 然后拿过线头在手指上绕两圈 取下线圈 在这个线圈里面先勾出一针 然后再勾出一个锁针 拿过9号扣,扣在这个锁针的这个位置 下面在这个线圈里面开始勾短针 勾出8个短针 一个 两个 大家自兴就把这8个短针去给它勾好 好,8个短针已经勾好 然后拉动线头把这个线圈给它收紧 先拉动一个 再拉另一个线头 好,收好之后 取下几号扣,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是在每一个针目里面 给它勾出两个短针 好,一个 继续扣上几号扣 两个 好,大家自兴去把这一圈就给它完成 这一圈勾好之后是16个短针 第二圈的16个短针已经勾好 然后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是 隔一加一 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第二个针目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好,一组完成 然后下一组 一个 两个 好,两组完成 第三圈后面的部分大家自兴就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这一圈是24个短针 第三圈的24个短针也已经勾好 下面勾第四圈 第四圈是隔三加一 勾出一个短针 第二个短针 第三个短针 然后在第四个针目里面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第四圈后面的部分就按隔三加一的规律去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这一圈是30个短针 第四圈隔三加一的30个短针已经完成 下面勾第五圈 第五圈是隔四加一 双数需要拆开加针 先勾出一针 短针 然后在第二针的 针目里面勾出两个短针 先勾出一个加针 然后后面的每一组都是正常的隔四加一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三个短针 四个短针 然后在第五个针目里面勾出两个短针 第五圈后面的部分就按隔四加一的规律去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这一圈是36个短针 第五圈的36个短针已经勾好 下面勾第六圈 第六圈是隔五加一 正常的勾出五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然后第六针的位置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和后面的部分就按隔五加一的规律去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这一圈是42个短针 第六圈隔五加一的42个短针已经完成 下面勾第七圈 第七圈是隔六加一 还是需要拆开夹针 先勾出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然后第三针的位置 勾出两个短针 好后面的 每一组都是正常的隔六加一 勾出六个短针在第七针的位置 勾出两个短针 这一圈勾好之后是48个短针 大家自行去给它完成 七圈呢 隔六加一48个短针已经完成 现在勾第八圈 第八圈是隔七加一 正常的勾出七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然后 第八针的位置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好后面的部分就按隔七加一的规律 去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这一圈是54个短针 第八圈隔七加一的54个短针已经完成 下面勾第九圈 第九圈是隔八加一 还是需要拆开夹针 先勾出三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在第四针的针毛里面 先勾出一个 夹针 好 然后后面的每一组都是正常的隔八加一 勾出八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然后第九针的位置勾出两个短针 第二个 好第九圈后面的部分就按隔八加一的规律去给它完成了 完成之后这一圈是60个短针 然后后面的每一圈加针都是一次类推 然后隔九加一隔十加一隔十一加一隔十二加一 一直勾到大概是隔十六加一 这个是根据个人的实际头尾按照加针规律 一直往下勾 一直勾到适合自己实际头尾大小的这个针数就可以勾 不加不减的茅身部分 好 茅顶加针和茅身的不加不减针已经完成 茅顶我是加到隔十五加一 勾好之后是一百零二个短针 我这个头尾比较小 所以勾到隔十五加一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头尾按照加针规律 就一直加到自己需要的这个针数就可以勾这个不加不减的茅身部分 再开始勾这个滑形的部分 然后勾到十四公分 这个还是根据个人的实际头尾来勾这个茅身的深浅 下面就开始勾滑形的部分 现在第一针的位置勾出一个引拔针 好引拔针之后勾出三个辫子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勾针绕线还是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再勾出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加上辫子针是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 一次性脱过这三个线圈 再勾出一个锁针 锁针扫好之后继续勾出三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然后勾针绕线回到锁针的这个针孔里面 然后再勾出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勾好之后勾针继续绕线 第一个针目里面再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第一个针目里面再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 勾针上面有九个线圈的时候开始勾针绕线 一次性脱过这九个线圈 然后再勾出一个锁针 然后再勾出一个锁针 锁针锁好之后继续勾出三个辫子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勾针继续绕线 还是在这个锁针的这个针孔里面再勾出 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然后勾针绕线再回到 这个花本同一个针目里面再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勾好之后勾针绕线 再控一二三 第四个针目入针 再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第二个 第三个 但是勾针上面九个线圈的时候勾针绕线 一次性 透过这九个线圈 然后再勾出一个锁针 锁针勾好之后再勾出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然后再进行下一组 这三个花本为一组 三个花本为一组 每一次 第一个花本在上面这个位置 第二个花本在下面这个位置 然后第三个花本空过三针 再第四个针目入针 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这是第三个花本 大家去把这一圈 根据这样的勾法 去把这一圈后面的部分去给它完成 一圈花本勾到了最后 勾针上面有六个线圈的时候 在第一个花本上端 这个针孔里面 勾出一个引拔针 然后直接再套过这六个线圈 然后拉进线圈 勾出一个锁针 锁针勾好之后来到 起头的这个花心位置 勾出一个引拔针 引拔之后勾出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然后勾针绕线 还是在花心位置 再勾出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然后勾针绕线 到下一个花心位置 再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勾针上面六个线圈的时候 勾针绕线 一次性脱过这六个线圈 然后勾出一个锁针 锁针勾好之后 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三个辫子针勾好之后 勾针绕线 直接来到第二个花本的这个花心位置 再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勾针绕线 到下一个花心位置 再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勾针上面七个线圈的时候 勾针绕线 一次性带过这七个线圈 然后再勾出一个锁针 锁针勾好之后继续三个辫子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还是在下面 花本的这个位置 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三个未完成的长针勾好之后 到下一个花心位置 再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这为一组 第一圈是三个花本为一组 第二圈是两个花本为一组 后面的部分就按前两组的勾法 去把这一圈就给它完成 第二圈的花本已经完成 在第一个花心位置 先勾出一个引拔针 引拔针勾好之后 勾出一个锁针 然后还是在花心位置再勾出一个短针 短针勾好之后 来到辫子孔的这个针洞里面 勾出三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 三个短针勾好之后 还是来到花心位置 来到花心位置再勾出一个短针 短针勾好之后 辫子孔里面三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花心位置一个短针 辫子孔里面三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一圈后面的部分就按花心一个短针 变成孔里面三个短针 去把这一圈去给它完成 一圈的短针也已经勾好 下面勾冒岩的部分 冒岩第一圈是需要加针 咱在第一针的位置 勾出一个短针 好,那我就好扣,扣在第一针的位置 然后第二个短针 第三个短针 在第四个针目里面勾出 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好,隔三加一一组完成 然后第二组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三个短针 第四个针目勾出两个短针 第一圈后面的夹针部分 就按隔三加一的规律去给它完成 冒岩第一圈夹针的短针部分已经完成 下面勾冒岩第二圈 第二圈开始就勾长短针 也叫覆盖短针 第一针先勾出一个短针 第二针的入针位置是在 第二个短针下方 这个针洞里面入针 勾出一个长短针 然后第三针是一个短针 正常的在针目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第四针的入针位置 还是在短针下方这个针洞里面 再勾出一个长短针 然后第五针是一个短针 第六针是一个长短针 短针下方这个针洞里面勾出一个长短针 第七针是一个短针 第八针是一个长短针 接着长短针是在上一圈短针下方这个针洞里面勾出一个长短针 好第一圈后面的勾法就按一个短针一个长短针一个短针一个短针一个长短针的勾法去给它完成 往远第二圈的这个覆盖短针已经勾到了最后 最后一针刚好是一个短针 然后第一针要勾覆盖短针 在短针下方这个针目里面勾出一个长短针 然后上一圈长短针的这个针目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短针的下方勾出一个长短针 然后长短针的地方勾短针 长短针 然后短针 长短针 一个短针 一个长短针 第三圈后面的勾法也就是长短针的针目勾短针 然后短针下方这个针洞里面勾一个长短针 长短针的地方勾短针 短针的下方勾出一个长短针 这样交替的去勾 加上第一圈的一共勾出七圈或者八圈的覆盖短针 然后再开始第二次夹针 大家先去把后面的这几圈先去给它完成 勾短第一次夹针之后又勾出了六圈的不加不减 写着数这个长短针 一二三四五六 加上夹针的这一圈是七圈 下面勾勾短的第二次夹针 短针的这个地方 给它勾长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第九个 然后第十针的位置继续勾出一个夹针 先勾出一个长短针 长短针勾好之后 在短针这个针目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还是在同一个洞洞里面再勾出一个长短针 一次性夹出了两针 这一圈后面的夹针部分就按隔九加一的规律去给它完成 该勾短针勾短针 该勾长短针勾长短针 勾出九针之后在第十针的位置勾出两个夹针 大家去把后面这一圈去给它完成 勾好之后再勾出五圈到六圈到不加不减 这个是喜欢大毛也你就多勾两圈 不喜欢大毛也你就少勾两圈 勾好之后这个帽子都已经完成 勾了第二次的夹针勾好之后又勾了六圈的不加不减 帽也加上第一圈的夹针部分一共勾了十四十五圈 我这个帽子勾好之后又勾了一圈的引拔针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勾 不喜欢的话就不用勾就可以了 这是我多加上去的 勾好之后整个帽子都已经完成 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点赞加评论 好下期见